明天去看看 要你做什么工作 本人说底薪能整五六千 四五千 不是 你整四五千是带着什么 养老保险 那四千多也合适 交在那个中 老弟也叫养老保险啥的 万一以后到老了 没有工作了 是不是 等你房子呗 那不远吗 这不近吗 这不首家在地吗 我小叔子应该是过完年之后吧 就来我们沿边地区打工了 然后昨天回去了 在家跟前那个鲨鱼表弟给他找了个工作 在外面陪家舍业的 也看不到孩子 看不到媳妇 然后就给他整回去了 刚到家 刚刚到家 前一段时间我们给打的话都打不通 因为他在那个山区里面工作嘛 往后不行 人家的地方 电话没声 我知道 音乐可以走啥都没有 我知道 我说你挺白 没菜笑 你看德宇 德宇就跟黑炭似的 笑 我这个牛猪有病了 打了三天 这我都上火了 我脸都疯了 别上火了 这正常 这福天了 你刚上出来多了多少有点小毛病 很正常 这三牛猪挺大一点 呼呼呼转 你看到不 你看看 我看了 他这发群里 老大了 那真大呀 看 这镜片咋很大 就是瘦 我爹呢 我就听我爹说话了 你怎么 我看 爸 你那腿那精卖曲张好没好 我看看 那个不行 那块手 手下树吧 那手树 你要不血管该堵死了 哎呀 这鞋昨晚粘的不错呀 怎么粘的都刨了 从咱们来咋的 缺一块咋整的呀 妈 十万个为什么 这是 我看看 哎 这不是小科鸡吗 嗯 真好看啊 啊 我去好好看呢 这是二姨母家下的那个是不是 对 熬过去 你看科鸡 嗯 这是那个鹿鹿下的 嗯 脸很正 脸还行 脸很正的 你要的供的母的呀 母的行 还能再下胆 它那科鸡可纯了 真厉害啊 瞎弄多咋 这间 对 就是我们在农家院那边的邻居家嘛 他家养到两岁了 然后狗这个啥都有 但是他家搬楼房养不了了 那狗就是 他不能要了 然后给我们了 我们就把他送给那个沙鱼表弟家了 结果他可厉害了 刚过去没多少天就生肚子了 那小狗 浪漫科有啥感想 浪漫科有点想回家的城东 想妈妈了 想妈妈了 想爸爸了 想兄弟了 二成是过了啥年之后再就没见到吧 上次五一还是清明爷再来回家 他都没在家 嗯 对吧 他是我婆婆给找了个工作嘛 然后在这边能多赚点 就属于是绿工 完了 挣了点钱 主要是他有房贷 然后这不是 就是沙鱼表弟在家那边给找了个好工作嘛 他就回去了 他干的还不属于利用 他干的属于杂工的 杂工 杂工吧 就是啥概念 比如说让你开个车 你给卸点货 让你卸个钻头子 就卸钻头子给他 那他还是厉害那些都会 他不是就是一个劲的 你就要钻 我就给你祸水泥 不是干那活的 行了 这就在跟前了 省得老像孩子 像媳妇的 就主要是三年一斤 啥都有 对啊 完了还还能开这些不挺好的 嗯 完了到老了 他有工资这样 对我 我得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现在大橙子 我小妹 我们家人现在全都交那个 你叫啥的 养了保险 对我们全都交上这个东西 很多人之前跟我们说过挺重要的 我们也 到年龄了也真的交了 都交上了 然后这他找这个工作 大夫也挺好的嘛 对啊 这个东西还是 还是得交的 还是得交的 然后这两天 听我朋友说 那个牛犊刚下生嘛 然后生病了 打针呢 整的还挺上火的 反正就是家家都有点难念的经吧 但这个都是要经历的 那谁能试试顺利啊 是不是 我就说这小牛犊上来的 都是有点毛病 他说那个没毛病 我说这不女生 那不男生 我得笑了 你得开心 你看德宇给我发来信息 嗯 杠我啊 以后我下馆子别给我拍视频 喵喵跟黄了上火呀 嗯 在哪去了这样 跟我说 搬家了 嗯 这个工地基本差不多完事了 嗯 下一个了 德宇跟二成他俩是什么样的孩子呢 就挺实在挺身干的 嗯 就是他们两个 其实都有手印 那二成也有修车呀 那些 然后呢 德宇呢 电汉呢 这些都会干 然后他们两个就走这行业的 那他跟他杀鱼表弟呢 他俩是走做买卖行业的 所以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 德宇他俩比较内向 他跟他杀鱼表弟比较外向 比较射钮 那俩比较射恐 优优独�ux 德宇